因为父亲赌博成性欠债逃跑 这个女主被崔战人赶出门 无家可归的奈奈生在深夜救了一个陌生男人玉颖 对方在得知他糟心的生活后 竟然决定将自己的房子送给他 鬼是神差的 奈奈生竟然真的去了地图上的地方 谁知金门就遭到了狐妖和两小鬼的袭击 一听狐妖怨念的语气 奈奈生这才得知 前任主人玉颖抛弃神社20年了 而按照两小鬼的话 他似乎是新一代神社的主人 刚刚出炉的土地神突然捡到一处住所 家中还有白毛瘦尔帅哥 奈奈生第一反应就是 怀疑这是电信诈骗 而白毛帅哥八位很不欢迎奈奈生 有他没我 放下横花的八位转身就走 气得奈奈生说 他这破地方狗都不来 然后自己原地住下 姐姐这不是自己打脸吗 建议大家不要学习 指不定第二天腰子都给你嘎了 奈奈生一觉睡醒 人还在云里雾里 手却被迫开始了工作 毕竟土地神还是需要照顾神社的 两小鬼 一个叫鬼切 一个叫虎撤 他们都认为奈奈生就是新的土地神 奈奈生万分无奈 就当做交房租开始打扫卫生 然而八位还要出来嘲笑他 得知奈奈生的家庭情况后 八位气鼓鼓地走了 而奈奈生打扫完卫生后 惊讶地发现 他竟然真的能听见人类许愿的声音 两位小鬼将20年来 参败者的愿望交给了奈奈生 并告诉他 这些工作一直都是八位一个人完成的 这时奈奈生就觉得 昨天说狗都不来的自己 简直就是一个畜生 而且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女高中生 根本就做不好土地神 奈奈生还是谦虚了呀 毕竟日本的高中生都不是傲惹的 奈奈生决定对八位道歉 鬼切两人带着他找到了八位 谁知八位还在花街柳巷流连忘返 嘴上还嚷嚷 再也不管神社了 这令奈奈生非常生气 因为八位明明那么重视神社 嘴上却一点不珍惜 奈奈生转身就走 留下破坊的八位赶紧在后面追 然而这里是妖怪的地盘 奈奈生一出去就被别的妖怪盯上了 两小鬼立刻冲上来救走他 八位嘴硬心软 将妖怪打了一顿 两小鬼则告诉奈奈生 只要和八位签订契约 他就会对奈奈生言听计从 然而契约的办法竟然是接吻 奈奈生转身就跑 顺便帮助了一个摔倒的老人 却忘了这里是妖怪的地盘 这老人也是一名妖怪 张牙无爪的就冲向了三人 奈奈生拔腿狂奔 虎撤被一把抓走 妖怪踢开他 虎撤立刻转身去找八位 鬼蟹则给了奈奈生三张白纸 一张白费了 一张当铁身 最后一张则被奈奈生 当作求救信号甩了出去 八位决定过去看乐子 他告诉奈奈生 只要奈奈生出口求救 他就会伸出援手 然而奈奈生铁骨铮铮 宁可摔死 也绝不接受他的KFC 反正都要摔死 不如拉个垫背的 八位气急败坏 不就是一句求饶吗 奈奈生冷笑 一把揪住他脑袋 就是一个KISS 随后直接命令八位救他 这下八位只能老是听话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看热闹的下场 破防的八位 将妖怪老太婆做了一顿 不过奈奈生没有讽刺他 而是对他出手相助 表示了感谢 傲娇的八位 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回到神社大睡一场 奈奈生发现 神社大变样 一问才知道 原来是八位重新打扫了卫生 虽然很不满 但八位还是决定 将奈奈生调校成一个 配得上自己的神明 神明是需要完成信徒的愿望 提升实力 原本的土地神是元节神 实力也是相当的厉害 八位让奈奈生 试着将眼前的水变成酒 然而这样的操作并没有成功 八位气得掉头就走 不过他也就是嘴硬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 打扫了卫生 做了饭 这时奈奈生惊讶地发现 超人气偶像安马 竟然来自己的学校了 他本想返校读书 却被八位扣留了 毕竟奈奈生身上 有土地神的印记 一旦私自跑出去 就会被别的妖怪盯上 不过八位见他很想去 于是给了他一个头巾 虽然遮住了印记 却更加引人注目了 不过还有一个好消息 偶像安马竟然和奈奈生 是一个班 然而安马态度一点都不好 奈奈生的偶像滤镜瞬间破碎 八位怂恿他 干脆直接回去算了 奈奈生看出来了 他压根就不是在关心自己 而是神社缺一名神明 这时安马竟然找到奈奈生盗窃 说他这段时间一直被认为官 所以没忍住将怒气 撒在了奈奈生身上 奈奈生直接拒绝了道歉 并表示以后不会再追星 没想到安马竟然盯上了他 奈奈生没带便当 被同班同学嘲笑 他摸了摸口袋 意外发现了三万日元 这时安马却说 自己丢了三万日元 作为班上人尽皆知的贫困生 奈奈生立刻遭到怀疑 安马更是表示 那三万日元是他给奈奈生的 因为他发现奈奈生 根本买不起面包 班上嘲笑的声音越来越大 没想到八位推开大门 三年之期已到 八位竟然带着 亲手做的饭菜过来了 白发帅哥加奢华套餐 八位更是将三万元甩了回去 奈奈生心中十分感激 八位第二天还为他准备了便当 便当收下了 不过奈奈生却拒绝了头巾 没想到安马反而开始接近奈奈生 奈奈生直接表示 他很讨厌安马 而因为奈奈生没有带头巾 八位不得不出来保护奈奈生 然而安马却私下约奈奈生 在天台见面 安马纳门 自己一个当红偶像 还拿不下一名女高中生 哥哥你的想法很危险啊 奈奈生算是发现了 安马就是个天然呆啊 而安马真正的目的 其实是抢夺奈奈奈生的土地神的神格 他一动外星死 八位上去就是一脚 原来安马的真身是压天狗 两妖怪在天台大打出手 八位一听 安马想当土地神 伸手将他变成鸵鸟 准备做成晚餐 给奈奈生尝尝 安马哪见过这种场面 吓得拔腿就跑 奈奈生一抬头 就看见鸵鸟身后 跟着八位的呼呼 鸵鸟前方是抱着资料的女生 奈奈生立刻挡住了鸵鸟的冲刺 经过八位的解释 才知道安马原来是压天狗 以后安马不准再破坏校园生活 八位这才伸手 将安马恢复成人形 奈奈生虽然已经不喜欢安马了 但还是提他包扎了伤口 这下安马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奈奈生一早收到了信使的通报 说是隔壁的爪黄女要来参拜 然而八位却不打算 让奈奈生去见客人 八位认为 爪黄女是从上一代神明建立的友好关系 可不能让奈奈生给破坏了 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奈奈生人类的身份 奈奈生担心八位会被找茬 走过去偷听 没想到八位竟然在表扬他 眼看着里面的神石要和八位打起来了 奈奈生立刻推开门 比起妖怪他竟然更怕八位 然而八位虽然生气 却十分小心地挡在奈奈生身前 仅仅一个交手 八位连菜谱都想好了 香煎烤鱼美味又健康 眼看他就要大开杀戒 奈奈生立刻出声阻止 没想到八位异常地听话 爪黄女告诉奈奈生 这是神明对神石的眼灵 奈奈生也没想到 这技能会这么好使 爪黄女则替自己的神石道歉 她表示 此次前来是为了求元节神帮他结缘 原来爪黄女在十年前 对一个小男孩一见钟情了 眼看着十年过去 想着对方已经是法定年龄 爪黄女决定再续前缘 八位一口拒绝 妖怪和人类产生感情 是大忌啊 但找黄女皆是知道 他还是想见见小太郎 奈奈生被找黄女的真挚打动 决定帮助他 然而八位还是决定拒绝 奈奈生打算一个人去找小太郎 八位一见他要离开 瞬间想起了不靠谱的前主人 决定要一起前去 两人到了小镇 奈奈生才想起今天上课 他拽住八位 两人找了家冰淇淋店躲人 竟然误打误撞 发现了要找的小太郎 小太郎是一个社口 奈奈生问他 还记得十年前的事情吗 小太郎完全想不起来了 他紧张地把玩手里的魔方 奈奈生便告诉他 自己有个朋友喜欢他很久了 两人约好之后再见 八位带着车来接奈奈生 这时奈奈生拜托他 帮找女皇一个小忙 在八位的帮助下 找黄女变成了人形 不过他一旦使用法术 就会恢复成妖怪的样子 小太郎还怀疑 奈奈生是不是骗了自己 毕竟他一个话不多 社恐 怎么会有人喜欢他呢 而找黄女一见到小太郎 两人聊起魔方的事情 找黄女非常的佩服小太郎 小太郎顿时害羞地 将魔法递给他玩 鬼妾两人都恭喜奈奈生 第一个任务圆满结束 没想到两个混混竟然找茬 找女皇并抢走了魔方 八位拦住了想帮忙的奈奈生 他告诉奈奈生 神明不能直接插手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推小太郎一把 果然在奈奈生的帮助下 小太郎迈出了第一步 他和找黄女的关系突飞猛进 奈奈生在学校救了一条白蛇 对方竟然在他手腕上留下了一个印记 奈奈生一回神社 八位立刻发现了这个印记 并酸了吧唧地问奈奈生 上课学是怎么和蛇好上的 奈奈生解释了一番 八位表示 绝对不会让白蛇抢走他 不然他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于是八位化身高中生 决定陪奈奈生一起去上课 毕竟是大帅哥 八位的到来引起班上女生的欢喜 而且八位语不惊人死不休 张口就说奈奈生是他的主人 吓得奈奈生赶紧把人揪了出去 不过因为这件事 他和八位的关系竟然有了进步 奈奈生正好是今天的职日生 他写完职日报告 发现八位竟然累得睡着了 决定独自去送职日报告 结果刚出走廊 就被白蛇带走了 八位梦中惊醒 扔出糊火追踪奈奈奈生而去 而带走奈奈生的白蛇瑞希 是叶森神社的神使 他因为救命之恩 决定娶奈奈生为妻 却被奈奈生当场拒绝了 不过瑞希可没打算放奈奈生离开 年轻就是好啊 竟然玩起了囚禁play 奈奈生试图离开 却遇上了鬼打墙 不管是神社还是瑞希 这个地方看起来十分诡异 得知奈奈生被拐 鬼妻俩人十分慌张 八位也慌了 而奈奈生没有坐以待毙 反而通过瑞希的言语 发现这座神社内 根本没有所谓的神秘 与此同时 八位的狐火也找到了奈奈生的踪迹 那是一座被水库淹没的村庄 别说神了 珠糟连一点人烟都看不到 水神的神社竟然被水淹没了 也难怪奈奈生找不到离开的道路 而八位和瑞希显然是老相识了 瑞希告诉奈奈生 原本这里是一座村子 附近有一条大河 常年会卷走一些孩子 夜森神社就是在人类的祈愿中诞生的神明 后来这里修建起了水库 没有了子民 失去供奉 神明也会消失 奈奈生意识到 瑞希是被神社束缚了 他安慰瑞希 适当离开这里出去走走 瑞希却突然病交起来 想将奈奈生永远留在这里 奈奈生虽然心疼瑞希 但他已经是有家事的人了 自然是拒绝了瑞希的邀请 瑞希一把扑倒奈奈生 准备生米煮成熟饭 好在八位及时赶到 正宫见到挖墙角的 自然是气不太一处来 八位竟然打算放火烧掉水神的神社 瑞希一抬手灭掉了火焰 并讽刺八位并非正神使 然而八位苦修毒蛇 开口就说神社不复存在 这里不过是瑞希的 过家家场所罢了 诈心了呀八位 八位一把捞起奈奈生 再次放出火火 铺天盖地的席卷了神社 瑞希立刻冲了出去 前任神明留下的梅花树还在 这也是瑞希一直放不下的原因 八位可太了解这种感受了 所以他更打算烧掉梅花树 报复瑞希抢他主人 奈奈生却听见了瑞希的内心 他出手阻止了八位 并挽救了瑞希的邀请 告诉他 要是寂寞了 可以约自己继续看梅花 但他不会留在这个 不属于自己的神社 八位算了八机 竟然当着他的面 约好下次见面 不过奈奈生却说 他其实不希望 将来八位也变成那样 八位愣住 对自己没保护好奈奈生道歉 奈奈生没有生气 反而牵着他的手一起离开 土地神换人这件事情 很快就传出去了 一直对八位有好感的 名神机大发雷霆 让我看看 是哪个人类女人 蛊惑了八位的心 他决定试探奈奈生 能否算是靠谱的神明 八位猜测 告诉奈奈生 因为他是凡人的缘故 八位每天都在研究新的菜色 记得名神当场显身 他温柔地告诉奈奈生 会帮助他 从水生火热的生活中解脱 谁知奈奈生却说 他小日子过得不错 没必要交出神社 名神计划落空自然不高兴 这时八位赶到了现场 谁知名神竟然拿到了万宝锤 他一锤子下去 八位顿时变成了小正太 名神再次出手 剥夺了奈奈生的印记 带走了鬼妾两名作夫童子 名神告诉八位 想变回去就来神社找他 这下奈奈生又无价可归了 偏偏变小的八位还发起了高烧 奈奈生立刻带着他去了医院 但身为妖怪的八位 不是人类能医治的 没想到安马刚好路过 他收留了两人 并且告诉奈奈生 八位发烧是因为身体变小 腰力溢出了 安马看起来挺不靠谱 不过还是向自己家的药拿了出来 吃了药的八位 看起来好了一些 奈奈生守着他休息了一晚上 八位梦里还在跟白月光贴贴 一觉睡醒 奈奈生问他想吃点什么 八位张嘴就是饰饼 没想到奈奈生居然真的会做 瞅着俩人极乐融融 一宿没睡好的安马 感觉像是被踢了一脚 另一边 迟迟没有等到八位的名神破防 大手一挥 决定强抢名南 而奈奈生一觉睡醒 发现安马也在床上 这才想起昨晚三人的混乱大战 安马离开前将钥匙交给了奈奈生 并远远地对八位说了一句 没用 八位气急败坏 在名神的童子出现后 不顾奈奈生的反驳 跟着童子去了神社 奈奈生失魂落魄地坐在路边 八位虽然跟着童子回到了神社 却不愿意接受名神的喜约 安马摘下一个羽毛递给奈奈生 通过妖利 奈奈生才发现 鬼妻两人正抱着自己嚎啕大哭 他们说 名神因为八位反抗自己 正在神社大发雷霆 奈奈生借了安马的羽毛 跟着鬼妻两人返回神社 并和名神打了一个赌 要是自己找到八位 他就立刻将八位恢复原样 结果找了一个小时 啥也没看见 好在关键时刻 白色的蝴蝶引导了奈奈生 让奈奈生找到了八位的怀中镜 并成功将八位带了回来 这下名神只能怨赌服输 不但将印记还给了奈奈生 还将恢复八位的权利给了奈奈生 这一次 八位主动和奈奈生签订了神社的契约 可恶 我就像走在旁边的狗 被人踹了一脚一样 因为昨天看到长发版的八位 奈奈生只要一看见八位 就心跳加速 面色滚烫 他以为自己是春心萌动 殊不知是发烧到了39度 偏偏奈奈生的出行率太低了 于是鬼妾提议 八位变身为奈奈生去上课 八位不愧是狐狸精 变成奈奈生之后 魅力值更是点满 正好安马今天复课 他是一点没看出八位的伪装术 甚至打算趁八位不在 和奈奈生拉近关系 反而弄巧成拙 让八位狠狠地在基础本上留下一笔 八位让安马不要靠近自己 安马却说 他已经不想要奈奈生的心脏 而是他的心 说吧 他在奈奈生指尖落下一吻 殊不知这是八位变的奈奈生 耍流氓不得反被揍了一拳 安马也不生气 反而告诉他 学校的瘴气越来越重 千万不要一个人去黑暗的地方 八位心说 来都来了 于是准备出手解决瘴气 误打误撞救下了二班的女生小美 八位让小美先走 小美一咬牙追了过去 没想到 反而让妖怪抓住机会 对着八位耍了一通流氓 妖怪直奔小美而去 安马出手救下了他 八位一把抓住妖怪 将他拽回更衣室 痛走一顿 八位这边下定决心 明天跟着奈奈生一起上课 殊不知神社的老家 已经被瑞西偷了 瑞西还在阴阳怪气八位 奈奈生这个主人可不乐意了 瑞西告诉奈奈生 八位只是在他面前装怪而已 见奈奈生不相信 瑞西拿出了一个神器 据说是能够带着人的灵魂 回到过去的香炉 奈奈生沉沉睡去 发现自己竟然在另一具身体中 一旁躺着一个受伤的小男孩 他告诉奈奈生 村子被妖怪袭击了 不能回去 一个叫恶罗王的妖怪 正在四处找他 奈奈生没想到 这小男孩 竟然是一个妖怪伪装的 火瞬间烧死了那妖怪 奈奈生抬头一看 来人果然是八位 但是这个八位 根本不认识他 而且看起来就不正经 奈奈生狠狠地咬住了他的手 正好恶罗王出现了 八位松开奈奈生 他便趁着这个机会 又没见到八位的过去 出乎意料 奈奈生竟然说自己没见到 这时八位出现 见两人捉肩在床 他一脚踹飞锐心 八位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 和梦中完全不同的温度 令奈奈生松了一口气 他问八位在学校怎样 八位顿时心虚地咬住乌龟的脑袋 眼看着学校期末到了 八位和安马争通相对 奈奈生却注意到 蹲在外面的小美 得知小美是想给安马道谢 奈奈生决定帮助两人独处 小美好奇地问奈奈生 他是不是除灵师 奈奈生一想 好像大差不差 他通过符咒 将安马带到了小美面前 然而安马压根就忘了 小美是谁了 小美失魂落魄 却扑通摔倒在地 可爱的草莓胖子出现 引来男生的嘲笑 安马不爽地赶走两人 再一次问了小美的名字 奈奈生远远观望 不错 他的业绩加一了 八位却觉得这不好 毕竟安马是妖怪 妖怪和人类在一起 是不会有结果的 奈奈生见他反应如此激烈 当下怀疑 八位是不是被人类玩弄感情 抛弃了 八位告诉奈奈生 他没别的愿望 只要保护好奈奈生就行了 正好这时 一年级的女生找到奈奈生 得知奈奈生和八位并没有交往 他拜托奈奈生 今天让他和八位一起放学 奈奈生嘴上答应 心中却莫名不快 于是放学后 女生找到八位一起回家 却被他一口拒绝了 奈奈生还隔着懊悔呢 八位瞬移出现 一记直球打下来 对于他来说 奈奈生的优先级高于一切 这一刻 奈奈生才意识到 自己竟然喜欢上八位了 安马找到八位 两人的天台对话被他听到了 安马告诫他 别说多余的话 让奈奈生胡思乱想 八位却觉得奈奈生不会想歪 期末考试结束后 小美本想叫上奈奈生 和好友小慧出去玩 小慧表示要和男友一起出去 她在得知奈奈生和八位 暧昧不幸的关系后 直接建议奈奈生 主动约八位出去玩 并建议奈奈生 做些和平日不一样的事情 于是奈奈生放学 带着八位去了水族馆 然而八位看起来 并不喜欢这里 他本来想打直球 谁知反被八位撩了一把 两人上了天台看夜景 这时八位再呆 也发现不对劲了 他干脆地问奈奈生 是不是喜欢自己 奈奈生干脆承认了 八位气鼓鼓地抓着他 上天台吹风 奈奈生这人很干脆 喜欢就是喜欢 他反而质问八位 真的没有一点喜欢自己吗 八位一愣 竟不小心松手 眼看奈奈生摔下大楼 八位想也不想地扑了过去 八位出手救人 奈奈生反而更放不下他了 感情这种东西 就是不讲道理的 喜欢的时候 根本不由自己的控制 但是告白悲剧这件事 狠狠地打击了奈奈生 见他没有胃口吃饭 八位本想亲自去喂 然而手却没能碰上奈奈生 大概是因为 奈奈生昨晚说了 不喜欢就不要碰他 小美见奈奈生失魂落魄 决定约他去海边玩 八位暗中偷听 阻止奈奈生过去 因为那边是魔物的巢穴 而狐狸不会下水 不好保护他 正好这时 瑞希来找奈奈生玩 决定一起过去 帮助奈奈生 这下八位没法拒绝了 瑞希知道 八位没法下水的原因 主动揽过奈奈生的肩膀 去海边 八位顿时打翻了粗坛子 另一边 玉影和好友 一股笔也在看热闹 一股笔将小美弄下了水 奈奈生潜入水中 没找到人 赶紧上岸求助 八位见奈奈生哭得梨花带雨 一咬牙下了水 人事就到了 可昔日的仇家已找上了门 奈奈生一回头 沙滩上躺了一片昏迷的人类 龙王素挪出现 掏出自己的小本本 八位在海底干的事情 那简直是庆祝难输 但这也不是你玩触手play的借口啊 奈奈生果断制止龙王 然而五百年之期的仇 龙王是不会轻易放过八位的 奈奈生一把抓住贝壳跟了下去 结果差点淹死 好在龙王并没打算要他的性命 奈奈生问龙王 要怎么做 他才愿意将八位还来 于是 龙王让奈奈生去找自己被八位挖走的眼睛 那东西可是长生不老药 奈奈生决定堵上一把 他立刻回到旅店找到瑞西 想借用香炉回到过去 奈奈生想从五百年前的八位手中 夺走龙王那眼睛 瑞西当场就算了 他很嫉妒八位能有这样爱他的主人 奈奈生意识到自己勉强瑞西了 他低声道歉 但眼下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两人很快抵达了五百年前 奈奈生一回头 一个女人拿着斗篷告诉奈奈生 只要把龙王之眼给他 就可以换取斗篷 奈奈生转头就看见了五百年前的八位 奈奈生和瑞西一路追了过去 没想到八位挤走龙王眼 竟然是为了一个长相漂亮的女生 没错这就是瑞西的计划 他故意让奈奈生看到这一幕 他想知道奈奈生会不会嫉妒别人 没想到奈奈生放弃了龙眼 因为他没办法对眼前的女人见死不救 穿越的力量很快消失 取出龙眼 奈奈生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就是三十年的寿命 奈奈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下瑞西挤了 奈奈生却说三十年没关系 瑞西气鼓鼓地离开 妖怪却盯上了奈奈生的灵魂 他弄晕了奈奈生夺走灵魂 瑞西可见不得妖怪这么对奈奈生 于是趁着奈奈生昏迷 和他签订了神使的契约 并夺回了奈奈生的灵魂 瑞西一旦签订了契约 奈奈生的本质就暴露了 奈奈生饶过了妖怪 女妖怪白打了一次弓 还倒贴两人两张龙宫门票 拿着龙眼的奈奈生决定去找龙王 而瑞西告诉奈奈生 神使是不会在主人面前杀生的 没错 八位是故意被龙王带回来的 另一边 奈奈生后知后觉地想起八位和过去的少女 这下心中也有些苦涩 瑞西怂有奈奈生别去了 这时有人半路搭车 这龟姬也是去见丈夫的 他还带了精心刺绣的羽衣 但是因为海底波动 羽衣被卷走了 瑞西不但不生气 反而更加珍惜当下 奈奈生这才明白 他喜欢的是现在的八位 过去的他有怎样的经历都没关系 另一边龙宫打得不可开交 龙王这才知道奈奈生是八位的神明 他还以为两人是恋人关系呢 这时奈奈生闯了进来 八位大惊失色赶紧躲起来 奈奈生便告诉他 自己已经知道八位的过去 八位心有气气地揭开贝壳 奈奈生趁机揪出八位 一把抱住他 他才不要做被动的那一方 龟姬逮着他老公就是一顿训斥 龙眼已经疯化了 不过瑞西找到了丢失的羽衣 在老婆死亡注视下 龙王立刻服软 八位质问 瑞西为什么在这里 瑞西一副小三上尉的嘴脸 巧了 以后咱俩就是同僚了 奈奈生握住两人的手 情真意切 你们都是我的翅膀啊 再说百年前的故事 重伤的八位被玉影收留了 八位和心爱之人一起起事 要是爱人死了 他也绝对不会毒火 玉影怜悯他 便送上了遗忘的力量 让他淡忘其约 在漫长的罪月中恢复神智 然而八位刚当上神使那会儿 堪称混乱 对人类有偏见的他 难以承担神使的职责 哪怕面对玉影 不断地说教也没什么用 就连鬼切和虎车也不明白 为什么玉影要收留一只狐妖 这天被救下的人类 想对八位道谢 但他反应十分激烈 好在玉影及时出手阻止 他告诉八位 脆弱的是他 而并非人类 对人类出手的家伙 可不是合格的神使 八位陷入了沉思 封神来访离开后 鬼切俩人找到八位 让他去给神明针灸 因为这是神使的工作 八位才发现 俩座父同子 从没有因为狐妖的身份 不将他当作神使 自那之后 八位终于学会 做一个靠谱的神使了 直到二十年后 玉影离家出走 纳纳生来到了神社 和纳纳不同 他很活泼 让整个神社 都充满了生活气息 不久后 小慧拉着纳纳生 和小美去联谊 纳纳生从未去过这种地方 而且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毕竟是被主人 抛弃过一次的家伙 得知纳纳生 要去奇怪的地方 他立刻带着安玛 和瑞西跟了过去 见纳纳生 和别的男生联谊 八位嘴上不在意 却在男生 牵住纳纳生手的时候 差点捏断瑞西的脖子 并且气鼓鼓地 踹走男生 牵起纳纳生的手离开 纳纳生直接点穿 八位在生气 他自己也不是很相信 没想到 八位竟然真的承认了 眼看俩人关系 要再进一步 瑞西突然冒头 能不能不要无视他 瑞西不想被俩人 排挤在外 决定学习潜入人类世界的安玛 结果瑞西下山 惨遭人类诈骗 被迫花钱 买了新女徽章 好在是遇上了下班的安玛 不然这孩子 还不知道会被骗到哪里去 安玛带着他去了庆功宴 瑞西纳闷 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 空气全是胀气 一点都不好闻 安玛就让瑞西赶紧回家 他误打误撞喝醉了酒 被刚入行的新人 照顾了一段时间 新人演员也是第一次 看见瑞西这么漂亮的人 瑞西问他 这里究竟有什么好的 女孩却说 这里是他追逐梦想的地方 所以他想继续留在这个地方 瑞西顿时就开悟了 他决定回到 有奶奶生在的地方 并将自己酿的酒 作为谢礼送给了女孩 这酒打动了前辈 也替女孩铺好了之后的道路 第二天一早 奶奶生打算和八卫去摩天轮 八卫不想去 却被奶奶生误打误撞 翻出了女孩的簪子 醋缸子打翻的奶奶生 杀其四亿 八卫果断表示 去游乐园一趟 一问起簪子的事情 八卫就万分配合 奶奶生想起 五百年前的少女 没想到 那簪子竟然是送给自己的 奶奶生有些开心的 去买零食 回来却发现 八卫竟然在摸别的女生的头发 奶奶生顿时就不乐意了 八卫赶紧解释 是碰巧摔倒 扶起来而已 奶奶生问他 簪子是不是雪露留下的 八卫一脸困惑 雪露是谁 奶奶生更生气了 他可以不说 但不可以撒谎 这一气之下 俩人走散 奶奶生决定 自己做摩天轮 八卫追了上来 怪不好意思的撇开脸解释 这簪子是因为他发现 奶奶生经常不扎头发 才专门在另一边买的 呀 这恋爱的酸臭味 这一天 奶奶生下山采购物资 这才发现 坊间流传 他家神社变成了妖怪神社 虽然里面是住着妖怪没错 但是八卫打扫的那么认真 奶奶生实在无法忍受 别人说神社的坏话 于是他决定在神社举办祭典 招募客人 不过费力打扫出来的神教 根本不是他能做的 奶奶生决定找点别的 却差点将自己摔伤 最后还是八卫出手相助 奶奶生有些低落 他只是想做些 能帮助神社的事情 八卫叹气 告诉他 只有神在这里 神社的瘴气才会被净化 他已经做的够多了 奶奶生开始四处发传单 宣传神社的祭典 但是具体要做什么还没有章程 时间就在一周后 安马接到奶奶生的信件 实物需要管理局备案 很麻烦 不如用神乐舞表演替代 八卫倒是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他认为 这对奶奶生压力很大 正好神社内有巫女的舞服 奶奶生换上后还真像模像样 于是众人拍板决定 用神乐舞 与此同时 神社内封印的鞋碎也溢出了 奶奶生在八卫的指导下 开始练习舞蹈 一共九段 一起烂 风神这会儿还在看热闹 他也不觉得奶奶生适合当神秘 玉颖却说 奶奶生是他内定的女孩 这下更让风神好奇了 他告诉奶奶生要测试他的能力 于是放出了仗器笼罩神社 奶奶生出去一看 好家伙 神社这会儿跟闹鬼似的 想到八卫说的 只有自己能进化空气 奶奶生强行冷静了下来 甩出符纸试图进化空气 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成功 奶奶生大受打击 感觉自己像是没用的人一样 他觉得自己无法回应八卫的期待 根本不配成为土地神 于是奶奶生决定离开神社 八卫的PTSD瞬间发作 与此同时 仓库的邪神彻底解开封印 离开神社后 奶奶生才想起来 自己无家可归了 八卫立刻带着狐火找出去了 瑞西也追了出去 八卫想起了玉颖离开的事情 瞬间将学校翻了个遍 安马得知奶奶生不见后 也决定追出去 而狐火找不到奶奶生 纯粹是因为奶奶生用了白服 他本打算跑路 但却想起了 之前在这儿见到的玉颖 路过的学生们 谈论神社的祭典 于是奶奶生明白了 不能自暴自弃 那里已经是他的家了 想明白的奶奶生 拔腿冲回了神社 这时仓库的邪碎解封 风神直接浪翻车 瘴气铺天盖地地笼罩了神社 狐火们告诉八卫 奶奶生在赶往神社 而瘴气化身土猪 将神社破坏殆尽 作福童子也被抓住了 奶奶生及时赶了回来 一把抱着鬼切往后退 八卫和瑞西赶回来的时候 奶奶生已经决定 用神乐舞退至土猪 大概是下定了决心 这舞蹈没有半点犹豫 土猪节节退败 但奶奶生却卡在了最关键的位置 这时八卫一个位移 挡住了土猪的攻击 并低头亲吻奶奶生的手指 安抚他不要害怕 土猪甩开八卫 瑞西捡起神乐灵地给奶奶生 运营早就料到会这样 于是将神力化为奶奶生的羽衣 帮助奶奶生完成了神乐舞 土猪在神力的荡漾下不堪一击 很快整个神社都被进化干净了 一周后秋日祭典开始 整个神社空前的热闹 一问才知道 原先奶奶生帮助过的妖怪 都来帮忙了 尤其是爪皇女和龙王等人都来了 风神也认可了奶奶生的努力 这一次他换上雨衣 开始跳神乐舞 大概是有了预影的帮助 和八卫的许诺 这一场祈福的神乐舞完美结束 之后八卫也承认了 这次舞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 不但如此 这死傲娇竟然借着戏约 又啃了奶奶生一口 谢谢 狗粮吃得很饱 一觉醒来 你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跟着他对象跑了 你会怎么办 妈的 你这家伙可真该死啊 这个女生叫桃园奶奶生 一名普通的女子高中生 唯一不普通的是 她欠债的父亲跑路 阴差阳错之下 奶奶生救了一名神明 对方将自己的神社的神格 给了奶奶生 于是少女赶鸭子上架 成为了一个实习期神明 可是她偏偏爱上了 神社的神使八位 同时也被另一位神使瑞希盯上了 奶奶生的神明日常生活开始了 神社的前主人玉影 有一名好友风神 千千险些坑了奶奶生一把 今天过来 是打算给奶奶生送出云邀请函 每年特定的一个时间 日本的神明都会聚集到出云举行会议 原本这个责任应该是玉影承担 但是对方不在 却只能由奶奶生扛起责任 不过她一个新上任的小神 必须要通过考验才能去 风神还没来得及说出考验 奶奶生直接拒绝了她 谁要去那什么会议啊 然而风神却告诉奶奶生 那里聚集了大量的神明 说不定就有谁知道玉影的踪迹呢 奶奶生知道八位很想念玉影 只是她比较傲娇吧 陪着奶奶生去上学的时候 也绝不让别人碰她 奶奶生决定接受风神的考验 风神给了她一枚世神宠物蛋 让奶奶生寸步不离地待在身上孵化 奶奶生回去一查资料 八位就让她别去什么出语 两人争吵之际 蛋掉落在地 被瑞希踩了个正着 当场裂开 竟然真的孵出了一只小猴子 小猴子很黏奶奶生 对于说她不争气的八位 异常凶残 没想到八位竟然表示 自己比猴子有用 两人对视一眼 八位也愣了一下 就在奶奶生暗自窃喜的时候 风神又找上了门 她提醒奶奶生 因为奶奶生拥有能够去出云的资格 已经有些家伙盯上她了 八位第一时间察觉到危险 立刻赶到奶奶生身边救下了她 奶奶生察觉到 自己一直在被保护 她这份心情传递给了小猴子 第二天 奶奶生鼓起勇气写了一堆符 便让八位暂时不用管自己 她要在前往出云之前 变得独当一面 八位气得要让她给气死了 结果两人刚到校 八位就发现校内充满土蜘蛛的气息 她却奶奶生不要贸然插手 八位一着急握住了她的手 她本想让奶奶生依靠自己 但奶奶生还是决定磨练力量 她前往昨天遇到土蜘蛛的图书馆 试图用符咒进化昨天土蜘蛛留下了痕迹 没想到土蜘蛛突然诈尸 将奶奶生卷了进去 好友亚美听到声音想来帮忙 结果被误伤 好在八位及时赶到 恨不得手撕了土蜘蛛 但对方察觉危险先一步逃走 而因为奶奶生被瘴气沾染 八位也受了点伤 手上的污渍根本经理不掉 她最近确实会想起玉影 因为她和玉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似乎整个人也非常的狼狈 但是八位想不起来 为什么当时她受伤了 这个时候土蜘蛛绕后脱袭了八位 看着好友亚美也受伤了 奶奶生有些懊悔 这时风神找上门 说小猴子因为奶奶生受伤 弄得特别狼狈 奶奶生决定承担起责任 风神提醒她 用小猴子作为媒介 给小猴子取个名 试神会反映主人最想要的能力 此时八位和土蜘蛛大打出手 而奶奶生给小猴子取名为小户 美其名曰守护他人 不让任何人受伤 小户拥有名字之后 立刻冲了出去 奶奶生紧随其后 就见小猴跑过的地方都被净化了 此时八位陷入苦战 却突然听见奶奶生在喊自己的名字 他猛然回头 就看见奶奶生笑着扑进了他的怀里 随后以他为中心 整个学校都被净化了 奶奶生对八位之前就自己表示了感谢 八位却摸了摸他的脑袋 说这应该是他的台词 八位知道风神在世神的蛋里面做了手脚 不然七天才会孵化的世神 不可能这么快诞生 这个时候奶奶生找到八位帮自己取头绳 没想到小猴竟然能变成小孩子模样 他高兴地表示自己可以帮忙 遭到八位的一顿毒打 奶奶生赶紧把孩子抱起来 气鼓鼓地走了 这下轮到八位傻眼了 然而关于前往出云这件事 三个人的出差费根本错不齐 于是八位表示 总有一个人得留下来看家 决定就是你了 瑞西 瑞西也不是吃素的呀 他讽刺八位 自己比八位更有资格去出云 毕竟八位以前是妖怪 从来没去过出云 奶奶生却觉得 神明应该不会随便找茬 两人一看他这傻白甜的样子 对于谁去出云争吵得更凶了 奶奶生拿出一盘酱棋 让两个没下过的人一决胜负 他自己去买飞机票了 让两人在他回来之前决定好 瑞西不让八位去 是担心别人说八位的坏话 奶奶生听到后会很不高兴 八位并不在意别人说自己的坏话 他只想保护好奶奶生 而奶奶生在买飞机票的时候 遇到了两个奇怪的面具是神 他趁着两人争执的时候开溜了 正准备去买点点心 小户却突然抱着他 说是周围有四道杀机赶了过来 奶奶生拔腿就跑 试图将这四个家伙 引到没有人的公园 没想到奶奶生前脚刚进公园 就发现有一个黑发少年在那里 偏偏此时 那些家伙已经追了上来 奶奶生立刻挡在这个黑发少年身前 小户认出这些家伙是惰神 他们嫉妒奶奶生能够参加会议 试图让奶奶生辞掉神位 奶奶生说自己是玉影神社的法人代表 惰神议论纷纷 说八野是野狐狸 奶奶生一听就生气了 黑发少年起身嘲笑惰神 却被对方打中胸口 奶奶生十分生气 身为神明 怎么可以对普通人下手 他放出小户 直接对这些惰神进行了进化 他检查了少年的伤势 对方血流成河 这表示区区致命伤不足挂齿 说着他竟然想低头亲吻奶奶生 奶奶生吓得推开他 把腿就跑 而之前的两名士神 拿到飞机票找到少年 原来这个少年叫恶罗王 目前是寄宿在这个人类的身体内 想起刚才遇见的那些神明 奶奶生担心 八卫听到会受伤 回到家后 八卫表示自己拿下了胜利 没想到 女生却要带瑞希前往出云 送行的人只有找黄女 她还把自己和对象的照片 给了奶奶生 作为给两人牵信的神明 奶奶生十分欣慰 瑞希通过别的渠道 先去了出云 奶奶生决定 在那边和她会合 而八卫则被奶奶生拜托 假扮她的样子去上学了 此时的校内 充满了八卫的杀气 把尾都快要气死了 说好的喜欢人家呢 女人的嘴 骗人的鬼 这个时候路过的安玛 非常悲惨的成为了出气筒 奶奶生抵达出云 小时就告诉她 时间紧迫 迎神仪式要开始了 出云神社的负责人是大国主 两人坐着大蛇 刚刚飞到神社上空 突然一阵风过 瑞希没抓住奶奶生 她跌落下去 摔到了云朵之上 这个时候 却看见一大群神明飞了过来 其中有盗碎机 文之三神 战神等等有名的神明 战神发现奶奶生后 让她展示一下自己的神迹 结果奶奶生侧头 小虎竟然不见了 她只能硬着头皮扯 战神十分失望 让奶奶生不要再出现在她眼前 奶奶生之后 自己走路前往回忆点 而另一边 瑞希和小虎因为和神明走散 无法通过鸟区前往回忆地点 瑞希此时非常愧疚 好在风神迟到了 两人赶紧拜托风神带他们入场 而奶奶生已经在会场内部迷路了 好在这个时候 代表玉影的蝴蝶出现 她给奶奶生指了一个方向 奶奶生觉得 自己就算到会议了 也做不了什么事 蝴蝶却告诉她 就算神也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 比如战神虽然很强硬 但其实是个阴痴 但他们都有各自擅长的能力 奶奶生作为人神 也有自己的特点 在此人的宽慰下 奶奶生终于鼓起了勇气 她推开了眼前的大门 战神看到奶奶生刚要发脾气 被匆匆赶来的风神踹了一脚 战神还以为 奶奶生是风神叫来的 没想到 出云神社的大国主去开口了 她说奶奶生是自己叫来的 一时间现场的神明陷入沉默 这位大国主也是个人才 奶奶生年终汇报第一天 就被大国主外派出差前往黄泉 真物理意义上 老板想让你死 大国主告诉奶奶生 每年一度的会议 黄泉总有一些鬼怪 想要突破风印口离开 但是以往都没有成功过 不知为何 今年混进去一个大佬 竟然真的把黄泉大门给撬开 眼下会议才第一天 还剩下六天 如果不及时处理 黄泉的污秽将会污染人间 但是其他神明都不愿意 沾染那样的气息 于是大国主就选择 拜托奶奶生前往调查 奶奶生没有拒绝 但提出了一个要求 她想知道 玉影现在身在何处 大国主答应了下来 顺便把风神再给奶奶生当向导 会议前三天是酒会 真正商讨事件是在第三天 所以他们需要在那之前赶回来 奶奶生决定 让瑞希留在这里 调查那个 带她抵达会议现场的神明 说完 风神就把奶奶生带走了 风神告诉奶奶生 黄泉的气息 普通人秀到之后就会腐烂 就连一些士神都扛不住那样的气息 好在奶奶生也算是个神明 应该没什么事 两人赶往现场 却发现 恶罗王拿着自己生前的武器 忽有妖怪 这个武器会吸食妖怪的生命 只有进入地狱 拿到恶罗王的肉体 才能获得强大的力量 这个时候他们发现 奶奶生和风神出现了 恶罗王让两个士神先藏起来 别暴露了 没想到 缺心眼的妖怪 抓了此时还是人类的恶罗王 他威胁风神 不准对他下手 不然就弄死人类 眼看妖怪要带着恶罗王 跳进黄泉 奶奶生一着急冲了过去 结果妖怪一沾到黄泉的空气 嘎就死了 奶奶生并不知道 那个少年就是恶罗王 他以为对方是人类 下定决心要带他逃出来 而另一边 八位上完学回家泡澡 一想到奶奶生不在身边 他整个狐狸萎靡不振 然后嘴硬地表示 自己要出去玩 于是他前往妖界的狐狸小店喝酒 但是整个人心不在焉 其他的小狐狸表示 想听八位和以前的大妖怪 恶罗王的事情 事情得从600年前说起 当时大妖怪恶罗王 喜欢到店内嘎人妖子 当时还是小孩的小妖怪 躲过了恶罗王的攻击 被路过的八位救了下来 恶罗王和八位的关系似乎不错 那个时候两人似乎就分开有500年了 也就是说 八位至少活了1000年左右 被救下的小妖怪 现在已经是垂垂牢蚁 他摸着睡着的八位脑袋 没想到八位突然梦见了奈乃生 奈乃生生气地告诉他 再不回家 就要这辈子都待在家里守着 八位从梦中惊醒 赶紧往家的方向跑 结果回到家后 发现虎彻都要女装去上学了 虎彻给了八位一张 奈乃生留下来的纸条 八位心中一暖 打开一看 朱三有一场阴语测试 麻烦你帮我考到80分哟 而是距离考试只有4个小时了 另一边 奈乃生在黄泉醒来 一群妖怪递给他食物 奈乃生歇过 下意识就要吃掉 厄罗王一巴掌把食物拍飞了出去 黄泉的食物可不能随便吃 吃了就再也回不了人间了 奈乃生赶紧检查了厄罗王的情况 两人这个时候已经被妖怪包围了 厄罗王没想到 自己会被奈乃生救 感慨 实力这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带着奈乃生跳进了黄泉河中 那群妖怪果然没有追上来 结果他们前脚刚落水 后脚风神就穿着防护服追了下来 战神找到封神 说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会议 如果奈乃生是神的话 他自己能够回来 而另一边 奈乃生和厄罗王正在烤火晾衣服 奈乃生本想安抚厄罗王这个普通人 结果自己肚子饿的咕咕叫 厄罗王在人间的名字是悟人 两人正准备离开 两个神石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说是黄泉之国的主神 伊歇纳美正在等待他们 奈乃生本想问两位是神 怎么返回人间 结果却被走廊上的骷髅吓了一跳 反过悟人却能面不改色地继续前进 看起来简直比他这个神明还靠谱 两人见到伊歇纳美 神明发现奈乃生肚子饿了 于是给他端上了一桌饭菜 这算吃不了也可以看看嘛 而且奈乃生要是想吃的话 他也不介意 不过奈乃生可以离开黄泉 但是悟人必须得留下来 伊歇纳美一把抓住悟人 将他关押起来 他告诉奈乃生 悟人的身体已经死了 现在有别的东西寄宿在悟人身上 奈乃生其实隐约有些感觉 但是他担心悟人是有别的苦衷 伊歇纳美很是失望 准备让世神送奈乃生回到人间 奈乃生知道伊歇纳美说的没错 但是他不能在别人一句话的情况下 轻易改变自己的判断 所以奈乃生毫不犹豫地吃下了黄泉的食物 决定留在这里查看情况 但其实他在食物下贴了纸条 通过纸条进化的食物不再有拘束效果 奈乃生决定去寻找悟人的下落 而另一边 恶罗王也想起了附身前的回忆 他被封印在山间许多年 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光明了 昏昏沉沉的时候 恶罗王看见了悟人的灵魂 对方遇见了雪崩 在出门前和母亲吵了一架 所以他想拜托恶罗王 帮他向母亲道个歉 得知恶罗王没有身体无法离开 于是悟人决定将自己的身体交给恶罗王 恶罗王只是想再见见光明 于是他答应了悟人的请求 重新感觉到温度和光明 恶罗王代替悟人对母亲说了道歉 并且做了两只世神驱使 他还打算拿回自己的身体 并且做出伪装 不让家人发现 当恶罗王意识到 自己又被关了起来的时候 他心中异常恐慌 这个时候奈乃生破门而入 开心的炫耀起 自己的白服服多么厉害 恐慌的恶罗王一把抱住了奈乃生 奈乃生表示 你不要过来啊 我只喜欢八卫 恶罗王一听八卫的名字 立刻给了奈乃生一纸禅 他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来救自己 奈乃生却说 救人并不需要理由 而另一边 八卫说到封神的消息 奈乃生在黄泉之国失踪了 八卫毫毫不犹豫地拿出外套 决定去救人 一起纳美 这会儿也发现自己被坑了 立刻让猫女去把两人抓回来 他向奈乃生视作了自己的新玩伴 没想到奈乃生和悟人猜走没多久 悟人就因为黄泉的瘴气 差点倒地 因为触碰神秘的一部分 可以不被侵蚀 悟人还薅了奈乃生的一把头发 这个时候 猫女对森林发起了围攻 要求两人不要抵抗 赶紧投降 否则他就会一把火 将森林和两人一起烧了 两人立刻放出白服带路 后方已经等待不了 开始放火 奈乃生的福寿 停留在他们刚开始到达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黄泉的出口 但是有人把洞口给封了 没错 那个倒霉孩子就是战神 这个时候 八卫也找了过来 他让战神让开 自己要下去老老婆了 战神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放人 而作为神使 八卫是打不赢战神的 所以在虎车的帮助下 他们使用了万宝锤 八卫成功恢复了妖怪之身 短暂地解除了戏约 上面还在交产 下面奈乃生看着巫人越来越脆弱 他的符咒根本就没办法破开封印 而此时后方的猫女也快追过来了 奈乃生让武器想尽办法逃走 他却引开那些人的坠机 巫人本想放弃这些身体 可想起奈乃生鼓励他的话沉默了 而就在奈乃生准备引开猫女的时候 八卫终于打开封印冲了进来 看着两人抱在一起 恶罗王突然喊喊道 好兄弟 我可想死你了 怎么感觉有一点点难同呢 三人虽然抵达了人间 但奈乃生一回头就发现 八卫竟然压在 仅剩一口气的误人身上 这个时候奈乃生突然昏睡过去 恶罗王就拿匕首质问八卫 这个女人究竟是你什么人 八卫没搭理他 只是那句话竟然让他觉得有些熟悉 奈乃生在房间里恢复后 瑞希十分愧疚 奈乃生问起八卫的情况 瑞希非常紧张 这个时候大国主告诉奈乃生 今天已经是会议的第四天了 而八卫因为使用万宝锤 重新变回妖怪之身 遭到了大国主的关押 奈乃生一听还有这事 哪还顾得上什么会议 立刻冲向了八卫身边 而此时八卫还在纳闷 一开始他以为 自己是因为神使的身份 才会忍不住想要保护奈乃生 然而变回妖怪之后 他还是下意识关心奈乃生的一举一动 这个时候奈乃生感到 说要把八卫变回神使 没想到八卫却嘴硬 要不要当回神使 他要自己考虑 奈乃生见他人没什么大事 便松了一口气 表示自己会和大国主沟通 尽量把八卫放出来 但是遭到拒绝的他 心中还是有些慌乱 这个时候大国主的兔子是神 带着奈乃生直奔会场 需要交给神明做的任务也不少 奈乃生一边处理事务 一边担心八卫恢复自由后会离开自己 他在想自己能帮八卫做些什么 奈乃生带着战神的工作去找人 结果却得知战神正在养伤 看见负责给战神疗伤的 陶太郎的丸子 奈乃生用桃子限定口味的甜甜圈 和他换了疗伤的丸子 而另一边 瑞西找到八卫 让他老实地回来 男主说自己控制不了身体 老实关注奈乃生 瑞西翻了个白眼 啊对对对 全世界人都知道你喜欢奈乃生了 可以了吗 八卫这下终于开窍了 而奈乃生拜托瑞西 将陶蛋送给八卫 八卫悄咪咪咪地摸到奈乃生床边 他趁着晚上 又悄悄和奈乃生签订契约 虽然察觉到有喜欢的感情 但八卫也不敢确定是不是真的 最后关于八卫的处分 也是从轻发落 看着奈乃生脸红的样子 八卫竟然下意识地想欺负他 这是什么小学生恋爱守则啊 瑞西表示 想和奈乃生睡在一间房 八卫怎么可能会同意 奈乃生却觉得房间挺大 三个人扑开睡完全睡得了 八卫当场捏碎了杯子 想都不要想 随后奈乃生处理完自己的工作 顺便帮倒随机解决任务 趁着休息的时候 奈乃生约八卫一起去人间买东西 两人参观了处云神社 奈乃生感慨就像约会一样 八卫问奈乃生是不是还喜欢自己 奈乃生点头承认 不过他却说 自己知道八卫没那种想法 八卫心虚又不好说什么 这个时候路过的大妈碰到了汤汁 奈乃生只好回家准备换衣服 八卫一惊 奈乃生怎么当着自己的面换衣服 他生气了 让奈乃生赶紧去里面换衣服 早上也是 还真等让瑞琪和他一起睡 奈乃生完全不理解 他不是让八卫也守在房间里了吗 八卫气鼓鼓地表示不行 奈乃生被他凶得特别委屈 他自己究竟哪里做错了 八卫赶紧搂着人轻声细语地道歉 然后说着就想搬奈乃生的衣服 这下奈乃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在哪了 他一脚就将八卫踹开了 不久之后 眼看出云会议就要结束 奈乃生发现 盗碎机真是一个任务都没动 上一个被坑的还是淘太郎 封神给奈乃生送来特产 并告诉他 神明就是通过这样的任务 帮人类结缘 到了晚上就是神明的聚会 奈乃生不知道如何换礼服 八卫本来想帮他 遭到了奈乃生果断地拒绝 瑞琪这段时间看八卫可不爽了 八卫却说 自己没有打算跟人类更进一步 然而到了宴会的时候 大国主给奈乃生送了酒 奈乃生未成年 当然不能喝酒 没想到 八卫居然替他接了过去 这口是心非的狐狸精 奈乃生则跟着之前遇到过的蝴蝶跑了 他见到了玉影 想让他和八卫相见 玉影摇头 他说人类和妖怪不同 妖怪寿命极长 一旦喜欢上什么就很难改变 奈乃生意识到 玉影指的是雪露 玉影通过力量让八卫忘记了那个女生 而玉影之所以让奈乃生和八卫认识 就是为了让两人结缘 使八卫重新认识人类 这个时候 八卫在找奈乃生的路上看见了玉影 他立刻冲了过来 但玉影却立刻消失了 通过玉影的话 奈乃生意识到 自己是人类 肯定会比八卫先死 这样贸然的表白 会不会很不负责任 大国主对奈乃生这段时间的工作 表示了认可 并决定在会议结束后 带着喜欢的对象去人间约会 你这家伙竟然也是个不爱党 奈乃生很好奇 人类和妖怪结缘真的有未来吗 大国主并没有阻拦这段缘分 反而告诉奈乃生 这一切都要看个人的选择 奈乃生决定 让八卫和瑞希先回去 他意识到 自己和八卫之间隔了一道 名为寿命的高墙 整个人显得郁郁不振 而另一边 巫人一想到八卫就来气 差点把自己给气出心脏病来 他母亲听到声音准备进来 没想到 屋内已经没有人了 奈乃生下了车 正巧遇见在附近逛街的找黄女 对方察觉 她情绪不是很好 于是让护卫将奈乃生的行李送回神社 找黄女则带着奈乃生上街取完了 两人在街上逛了一圈 还选了一套漂亮的和服 在四周都拍照做了留念 最后两人去了找黄女对象所在的店铺吃饭 这对象眼中只有找黄女 但是完全没看见奈乃生 不过奈乃生也不在意 这两人关系融下 奈乃生心中十分欣慰 奈乃生将对八卫的烦恼告诉给找黄女 黄女却觉得 正是因为生命短 所以更应该抓紧时间表白 珍惜这段时间 奈乃生被点醒后 也意识到自己不想白白浪费相处的时间 另一边 恶罗王收到名为夜鸟的妖怪的信件 他本来不想管这妖怪 没想到对方竟然潜入到他们这边来了 夜鸟表示他想复活恶罗王 恶罗王寻思 这人压根就没看出自己是谁 而且眼神中没有一点想效忠的意思 而夜鸟这次来 还准备将天国所在的安马山作为祭品 恶罗王知道他不可信任 不过送上门来的工具 能用就用呗 事实上夜鸟已经看出来他是谁了 并且觉得恶罗王已经变弱了许多 与此同时 奈乃生也很好奇 误人究竟是什么人 这个时候 亚美告诉奈乃生 他抽到了安马的演唱会门票 正好多了一张 奈乃生决定拉上八位一起去 结果两人在回家的路上 奈乃生不小心踩到了一只小天狗 牡丹丸 小天狗说 他来人间是在找天狗的嫡子 真兽狼 对方十几年前离家出走了 拿出来的画像两人都不认识 八位发现 小天狗竟然不会飞 奈乃生对于可爱的小朋友 压根儿没有抵抗力 决定帮助寻找真兽狼的小天狗 一起找人 牡丹丸有一个温柔的哥哥 他因为翅膀比较弱小 飞不起来 经常会被家中的二郎说叫 哥哥告诉他 以前的真兽狼也是这样的 作为嫡子却发育得很慢 后来对方选择了离家出走 于是 牡丹丸便对真兽狼产生了好奇 奈乃生一听 还有这种事情 感动得嗷嗷哭 打算帮助小天狗 找到他期待的目标 没想到 小天狗指指安玛的海报 说那就是真兽狼大人 奈乃生傻眼了 说好的独自离家出走 成长的大人呢 奈乃生带着小天狗赶到演唱会 牡丹丸心中非常仰慕安玛 然而在奈乃生眼中 安玛就是个唱歌唱嗨了 把吉他一丢的二货 安玛一见到天狗 让他立刻回家 没想到小天狗却说 安玛山现在的情况很不妙 安玛的父亲三代目病倒后 二狼成了四代目 族群中有很多反对的声音 小天狗希望 安玛能返回山中 帮助其他天狗渡过这一次难关 安玛却说 自己是离开山的钓队天狗 小天狗却不这么认为 他一直都很崇拜安玛 因为年幼的天狗离开山的庇护 小天狗很快就有些呼吸不顺了 看着小天狗手臂上的伤 安玛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记忆 身为三代目的孩子 安玛小时候并不会飞 所以时常遭到兄长们 说他得不配胃 安玛试图融入族群 但大多数人都只对他找茬 只有名为翠狼的天狗帮助了安玛 安玛决定将小天狗送回去 顺路看一下父亲 难代声也跟了上来 打算帮帮他 同样来的还有紧盯着难代声的八位 两人带来了难代声 从陶太郎那里搞来的陶丹 虽然不知道三代目得了什么病 但陶丹有包治百病的效果 小天狗带着几人进入安玛山的内部 这里仗起四溢 看起来非常的灰暗 小天狗其实很希望 安玛能够成为将来的四代目 当初安玛也希望翠狼能够成为四代目 因为他长得又好看 又会吹笛子 还飞得最快 当时的安玛也时常遭到二郎的编制 甚至一度将安玛丢到山谷下面训练 结果安玛遇到了雷兽 而翠狼为了救安玛 被雷兽所伤 从此失去了自己的翅膀 战气产生的幻觉 让安玛看见了翠狼 对方本想杀死他 没想到这个时候 熟悉的歌谣响起 安玛意识到 眼前的这家伙不是真翠狼 于是立刻洞穿了假货 夜行人好不容易抵达天狗所在地 奈奈生现在非常想去厕所一趟 推开门一看 哇 白毛大帅哥 这连安玛这样自傲的人 面对翠狼也十分的尊敬 奈奈生本想和翠狼打招呼 没想到对方竟然无视了自己 翠狼对所有人都十分温柔 不知为何 每次奈奈生想答话的时候 他都会突然偏过头 八卫帮奈奈生问了厕所的方向 这离翠狼住的外围有些远 奈奈生面昏而至的一个人冲了出去 而另一边 道场内部的小孩捡到了野猪 本想着悄悄养起来 这被严厉的二郎发现并处死了 夜鸟告诉二郎 既然万年鹰已经枯萎了 不如重新种一课 正好代表二郎的天下到来 二郎压根不吃这一套 他现在不会让任何人妨碍自己继位 哪怕目前族群内对他的风平并不好 但二郎始终认为 自己是族群最强的人 奈奈生从厕所离开 发现枯萎的万年鹰 一旁的小天狗本来打算在这里买野猪 发现奈奈生是个女人后 当即紧张起来 小天狗说 遇到美人会堕入凡间 奈奈生一听 这孩子怎么这么会说话 几个小天狗告诉奈奈生 这里的瘴气越来越严重 奈奈生见这些孩子很担忧 虽然不一定能够清理山上所有的瘴气 但是进化一颗万年鹰 他还能试试 于是奈奈生尝试用符咒 让樱花再次绽放 三位小天狗 把奈奈生当作了天女 终身响起后 他们匆匆离开 去吃饭了 奈奈生发现 樱花竟然又要凋零了 他忧心忡忡之际 二郎竟然出现在他身后 见到樱花下的奈奈生 二郎以为自己遇见了仙女 心动只是一瞬间的事情 然而直男二郎在心动过后 立刻抓住奈奈生质问 他有何目的 你活该没老婆 呵呵 小狐狠狠咬了二郎一口 奈奈生立刻逃走 大抵是被二郎吓住了 八位发现 奈奈生竟然在颤抖 当晚吃饭的时候 翠狼听说这件事 非常担心奈奈生有没有受伤 但是眼神始终不敢看向奈奈生 原来翠狼从小在山上长大 一直没有见过女星 所以不知道如何与奈奈生交流 甚至让他去远处的厕所 也是因为那边的厕所 比较干净漂亮 安玛拿出奈奈生带来的桃单 翠狼却告诉他 他们没有办法将药交给三代木 自从两个月前三代木毙倒后 道场就被二郎大人看守了 就算他们能把药递过去 估计也会被二郎捏碎 这个时候 小天狗带着三代木身边的人来见安玛 他们都觉得安玛就是未来的四代木 安玛其实并没有这个想法 可是面对小天狗憧憬的眼神 他说不出口 好在翠狼及时帮他开挤 安玛此时压力特别大 翠狼决定问奈奈生借一起逃单 让奈奈生明天带着安玛一起下山 他不想将自己这个弟弟牵牵水进来 奈奈生却表示 他要尊重安玛的意见 安玛没有说离开之前 他们不会擅作主张 翠狼说安玛的性格比较要强 从来不会对他人求助 所以希望在安玛被卷入事情之前离开 不过八位和奈奈生决定问安玛的意见 安玛想潜入道场给父亲送药 并有些害羞地请求两人帮忙 奈奈生果然点头答应 另一边夜鸟问二郎在想什么 通过他心灵构建的结界都乱成这样了 二郎还能想查呢 他忙着思春呢 被夜鸟这么一说 表示自己绝对不够乱看 只要奈奈生一直在他身边就好了 这个时候安玛带着地图找了过来 说是明天要以客人的身份进入道场 到时候要兵分两路 一个去寻找三代目所在地 另一个则用酒灌醉二郎 这个时候牡丹丸表示 自己也想加入队伍 奈奈生决定 让八位和安玛去对付二郎 自己带着牡丹丸去找三代目 而且他还有一个进去的好方法 当晚休息的时候 八位又听见奈奈生踹被子 他自己都不明白 自己究竟喜欢上奈奈生哪一点了 一抬头才发现奈奈生已经醒了 他意识到自己走错被子了 他以为刚才被抱住是幻觉 殊不知此时 八位也很不好意思的脸红了 第二天 安玛伪装成土地神 奈奈生问八位 昨晚是抱住自己了 八位嘴硬的要死 非说自己做梦 梦见抱住别人了 死活不肯承认喜欢奈奈生 等到奈奈生离开又开始后悔 安玛和八位假冒神明进入结界 这一招果然有效 而奈奈生和牡丹丸也假冒天狗 混了进来 八位第一次看见二郎 一想到这家伙用手伤害了奈奈生 他气得要死 偏偏还得演戏 安玛表示 自己从天界带来了一瓶神酒 原本打算将二郎灌醉 谁知二郎却问起他 知不知道万年音下的仙女 八位的情敌警报突然落响 另一边 奈奈生和牡丹丸一直在走廊打转 小户告诉奈奈生 如果八位和安玛没有打乱二郎的思绪 他们是无论如何都找不到通往三代目的道路的 而安玛的计划出现了一丝纰漏 而另一边 奈奈生他们抓紧时机寻找三代目 然而三代目竟然被石化了 小户表示 逃弹根本没有用 这家伙灵魂出窍 如果不找回灵魂 不管吃什么药都是白费的 奈奈生看见三代目面前放着的巨大羽毛 怀疑可能是二郎干的事情 叶奈奈也发现奈奈生他们了 八位一边试探二郎 一边发现 他不肯承认喜欢奈奈生 心中莫名升起一股火 看见二郎的时候 他好像看见了自己 二郎这才知道 自己见到的新女将奈奈生 这个时候 夜鸟告诉二郎 有人混了进来 八位和安马被二郎的姐姐困住 八位才不管什么三代目 他只想救出奈奈生 另一边 二郎找到奈奈生他们 他并没有认出女装的奈奈生 而是对牡丹丸重拳出击 二郎认为 弱者没有必要在这里生存下去 奈奈生去知问二郎 从小到大 难道他没有受过别人帮助吗 奈奈生问二郎 是不是取走了三代目的灵魂 二郎一愣 这时夜鸟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奈奈生也意识到 二郎并不是取走灵魂的真凶 夜鸟让二郎去对付八位他们 而他这个反派比较话多 告诉了奈奈生 取走灵魂的真相 他写了一封假冒安马的信件 趁着三代目在看星的时候 从背后偷袭了他 奈奈生一听 哇 你这家伙 真是坏到骨子里了 当即召唤出小户 使用了退魔几剂 而二郎从小就是比较要强的人 日复一日的锻炼 就是为了得到三代目的夸奖 好不容易坐到了三代目这个位置 他却并没有感觉到开心 在奈奈生质问过后 他发现 道场内的孩子们都很恐惧自己 这一瞬间 他竟然通过孩子们 看到了翠狼和安马 而这个时候 奈奈生通过退魔结界赶跑了夜鸟 准备用符咒寻找三代目 被藏起来的灵魂 并且反应过来 只要将二郎的结界 变成自己的地盘就行了 原是奈奈生带着小户 在道场内狂奔 二郎收到消息的时候 奈奈生直奔 八卫他们被关起来的方向 奈奈生并没有直接去救人 而是让牡丹丸去告诉八卫他们 一个名为夜鸟的妖怪 石化了三代目 试图夺走安马山 这句话被赶到现场的二郎 听了个正着 与此同时 奈奈生成功反转了地盘 揭开了几戒 八卫觉得 奈奈生现在一定在找自己 牡丹丸毫不犹豫地 打破了他的幻想 奈奈生表示 要先去找三代目的灵魂 果然 奈奈生追随符咒 一路冲到房间内 夜鸟说 三代目的灵魂 藏在一个天狗们都找不到的地方 奈奈生的符咒 也被死路挡住了 就在他交集的时候 二郎突然从身后 壁咚了他 二郎打开了那面墙壁 这扇门被封锁了17年 所有天狗都不忍进入 二郎决定下次看看 奈奈生一咬牙 也跟了上去 因为17年前 翠狼在这里失去了翅膀 二郎决定亲自下去 寻找三代目的灵魂 奈奈生总觉得 眼前的这个二郎 变得和之前有些不一样了 他听见雷声轰鸣 决定下去帮忙 二郎想起翠狼的那句话 一想到安马可能会死 他就忍不住自己动了 这个时候 他听见了奈奈生的声音 竟然也下意识地挡在了他身前 八卫和安马通过符咒找到了这里 八卫毫不犹豫地冲了进去 眼看雷兽又要劈到奈奈生 八卫毫不犹豫地将雷兽打进了墙内 回头刚想安慰奈奈生 没想到奈奈生非常愧疚地看向二郎 二郎叹了口气 表示自己只是不想让喜欢的女生在面前出事 这下八卫和奈奈生一些人都傻眼了 雷兽被打了一顿 吐出了三代目的灵魂 二郎让安马将灵魂带回去 他以为自己已经失去了重要的翅膀 决定背负这种罪孽 独自生存下去 奈奈生因为扯了二郎的后腿非常愧疚 从地下出来后还在懊悔 八卫说已经给了二郎逃单 没过三两天 人家说不定就活蹦乱跳了 奈奈生担心二郎的翅膀不能再飞 八卫去摸了摸奈奈生的脑袋 说那是二郎的选择 他选择保护自己喜欢的人 阿玛也看见了父亲生前的信 他意识到父亲是在意自己的 两天后三代目从石化中苏醒 二郎始终没有醒过来 奈奈生十分愧疚 决定在这里等待他醒来 牡丹丸告诉奈奈生 万年鹰又开花了 要不要去那边玩玩 而此时三代目也通过梦境告诉二郎 天狗也不是圣人 谁都有犯错的时候 二郎这才波音见物 看见了樱花树下的奈奈生 奈奈生得知二郎醒来 开心地过去看情况 然而两方一碰面 奈奈生才想起来 自己还被二郎表白了 他顿时不好意思地跑了起来 八卫酸了八戒地开口 你要是想留在这里也不是不行 二郎都把你当作仙女了 一看就是喜欢的景 奈奈生有些委屈 这么大的狐狸怎么还阴阳怪气的 安马约大家晚上去赏花 说是今天晚上就要回去了 离开之前 他们要在万年鹰下和二郎道别 这个晚宴还是恭喜二郎 成为四代目的宴会 奈奈生和八卫到现场后 八卫这狐狸嘴上酸 真看见奈奈生被二郎邀约坐在身边 他又开始慌了 尤其是在二郎抱着奈奈生飞上天的时候 二郎问奈奈生 愿不愿意永远留在这儿 八卫蹲在下面魂不守舍 安马叹气告诉八卫 要是舍不得就直接告诉人家 八卫觉得人类的说明太短 如果奈奈生真的愿意留在这里 他也不会阻拦 二郎将逃单还给奈奈生 得知这是奈奈生为八卫准备的东西 担心他有一天会离开自己 只能用药作为守护八卫的平安符 二郎便意识到 奈奈生喜欢的人是谁了 不过这并不妨碍二郎继续喜欢奈奈生 奈奈生喝醉了 两人下山 他小声对八卫表白 八卫第一次回应了他 恶罗王上辈子可真是个大恶人 因为想开火海 就想放火烧山 最后是八卫出手阻止了他 恶罗王从梦中醒来 巫人的母亲为他送来了晚餐 面对恶罗王黑着一张脸 他也能温柔地回应 恶罗王意识到 自己应付不了这个温柔的母亲 上次他从黄泉回来 顺了人家的泥巴走 通过那一块泥巴 创造了黄泉镜 打算用别的方式夺回自己的身体 他没有让两个世神跟上 毕竟 黄泉的空气不是他们能接触的 而恶罗王手上有奈奈生的头发 夜鸟也跟着恶罗王进入了黄泉 夜鸟很感动 因为恶罗王记住了他的名字 夜鸟以前也是恶罗王的手下之一 只是他当时太弱小 根本没有被记住 当时唯一能让恶罗王记住的人 只有一直在他身边的狐妖 两人当初是好友 联手起来就连神明都拿他们没办法 直到某一天狐妖失踪 之后恶罗王落败 身体被封印到黄泉 恶罗王说到这个就来起 他的兄弟是个恋爱脑 喜欢上某个人类姑娘之后 就说自己要变成人类 而此时 八位正在决定给奶奶生做汉堡肉 本来想悄悄放奶奶生最讨厌的香菇 可是看到他的笑容 恋爱脑狐狸又把香菇拿了出来 你一小子就宠着他吧 另一边 恶罗王找到了自己的身体 但是那里被火焰包围 他们并非不死之身 所以无法靠近火焰山 除非能够找到灭火的人 恶罗王想到了八位 他能控制所有的火焰 夜鸟发现恶罗王情况不对 于是带着他先离开了黄泉 恶罗王表示 什么借助 直接去利用八位不就完事了 夜鸟觉得恶罗王卡库 没想到这个时候 黄泉的胀气一出 只有砸碎了眼前的镜子 才能堵住出口 但如果砸碎了的话 他就没办法再进入黄泉了 可是当他听见母亲的声音响起 恶罗王打开门 并没有生气 然而就在他的身后 通往黄泉的镜子已经被砸碎了 你小子也是个嘴硬心软的呀 另一边 奶奶生看着结婚典礼感慨 要是八位同意的话 他们就可以在神社举办婚礼了 瑞希一听 什么八位你这家伙竟然是毒石 两人在房间内差点打成一团 奶奶生赶紧解释 不是他和八位结婚 而是找黄女性要在神社举办婚礼 奶奶生决定同意这个申请 瑞希松了一口气 他还以为是奶奶生要和八位结婚了呢 没想到奶奶生却说 自己绝对不会结婚 八位宛如晴天霹雳愣在原地 这个时候虎彻过来的消息 说是要前往今年的年神那里 去拿明年的祝福福 奶奶生一听 立刻表示自己也要去 八位没办法拒绝他 只好带着他们过去了 因为12年一轮回 所以穿过鸟居 需要回忆起此前经历过的12年 两人的12年前都不是什么好回忆 奶奶生倒是觉得这挺有趣 于是快乐地奔向了自己的鸟居 瑞希和八位则都回忆没有什么好印象 两人赶紧进入奶奶生的鸟居查看情况 没想到竟然遇见了小时候的奶奶生 奶奶生父亲是个相当不靠谱的人 虽然偶尔会给他带一些小零食 但几乎是常年不着家 瑞希想让奶奶生的意识跟自己回去 却被奶奶生当做了人贩子 奶奶生匆匆回家 母亲却被逼上的人找上了门 奶奶生的母亲承担了很大的压力 然而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却还是能露出微笑 但八位却知道 奶奶生的母亲得了很重的病 看着这个小时候的奶奶生 八位竟下意识地想多了解一些 关于奶奶生的事情 奶奶生的父亲确实是个很不靠谱的人 母亲留下来的钱藏在冰箱下面 都能被那混账给挖走 奶奶生的母亲告诉他 绝对不要相信父亲说的话 如果能给奶奶生留下个哥哥 或者弟弟就好了 但是他们家好像代代都只生女孩子 据说是从神秘那里 得到了能够变漂亮的药 然而一家人遇到的男人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所以母亲告诉奶奶生 一定不要依靠男人 否则容易把自己的身体弄垮 八位这才明白 奶奶生的性格原来像他的母亲 不久后 奶奶生的母亲去世 八位明知道这里是奶奶生的回忆 但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看下去 结果越看越悲伤 奶奶生他爸真的是个人渣 竟然抽烟烧了房子 眼看着奶奶生越过越惨 别的小孩子说生的老人送礼物 奶奶生还是个孩子 就要学会锁门担心自己的安全 瑞西决定去捞奶奶生的潜意识 结果被奶奶生认出来 是之前见到过的人贩子 小奶奶生拔腿就跑 撞到了八位 八位叫瑞西打伤人贩子 抱着奶奶生离开了这里 奶奶生好奇地摸着八位的耳朵 而八位也发现 这个世界有些地方很清楚 立刻就明白了 这是奶奶生小时候想获得的东西 八位便出了一个冰淇淋给奶奶生 奶奶生高兴地喊了他一声哥哥 八位便带着奶奶生 去了他潜意识最想去的地方 看着别的母亲给孩子擦嘴 奶奶生心中有些羡慕 两人一路玩到夕阳落山 奶奶生不愿意回家 因为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八位告诉他 不久的将来 他的家里会变得很热闹 奶奶生一愣 就是说他要结婚的意思咯 奶奶生可爱记得母亲的话 表示自己男人缘很差 绝对不会结婚或者靠男人 八位气急败坏 说自己就很好啊 他当然表示自己喜欢奶奶生 问奶奶生愿不愿意嫁给他 奶奶生开心地点头答应了下来 哦 是吗 这位狐狸先生 麻烦你和我们警方走一趟 这边打算以涉嫌诱拐未成年少女 实施逮捕 求婚下一秒就被警方逮捕 八位也意识到自己竟然顺势表白了 整个狐狸都不好意思着起来 赶紧思考 接下来要怎么蒙混过关 没想到奶奶生一觉醒来 啥也不记得了 这下 八位又被狠狠地打击到了 奶奶生大手一挥 走走走 去拿符咒 刚才还想着让奶奶生忘记的八位 突然变出冰淇淋试探奶奶生 直接奶奶生瞳孔一缩 哇 666 哪里变出来的冰淇淋 锐句说奶奶生长得很像母亲 但奶奶生并没有关于母亲的印象了 因为儿时地场火灾 母亲的照片全部被烧毁了 妈的 这是什么爹 棒棒给他两拳 三人继续前进 八位走神的时候 一脑袋扎进了羊毛里 上方的少年就是年神 对方表示要在过年之前给小羊剃毛 但是小羊却说 摸了摸小羊 说明年就是小羊的年份了 这么可爱又毛茸茸的羊毛 要是不给别人看的话多可惜啊 小羊一听 果然被奶奶生说懂 同意让年神帮他剃掉羊毛 直接从小山一般大小 缩减成可爱的羊毛娃娃了 年神将符咒交给三人 并额外赠送了奶奶生一份礼物 刚才他听奶奶生说 想不起母亲的样子了 于是通过奶奶生的回忆 将他母亲的照片复制了一份 当看见母亲的那一刻 奶奶生又仿佛恢复到小孩的模样 鲍娃意识到 小时候的奶奶生并没有消失 只是化作回忆 保存在奶奶生的脑海中了 成为神明的第一年 奶奶生过了一个热闹的新年 与此同时 大国主等人也忙得晕头转向 同时 阿玛也受到了来自家人的探望 就是这个探望吧 他比较要费门 而二郎之所以会来 是听说要去拜访奶奶生 这个新年 所有人都过了个团圆年 等晚上下雪的时候 奶奶生想起 回忆中有人曾对自己求婚 小婚让奶奶生帮她剥橘子 奶奶生就像闯孩子一样宠她 瑞西很担心 奶奶生会嫁出去 奶奶生却说 自己不会结婚 顿了一下 她突然又改口 应该不会结婚 八卫一愣 立刻脸红了 在大雪中打雪仗的少女 叫奶奶生 因为帮助了一个土地神 对方将神格送给了她 还附赠了一个 超帅的狐狸神使 八卫 两人在感情上来回拉扯 现在处于双向暗恋中 夏逢今天下雪 看着奶奶生在雪地里撒花 八卫露出了宠溺的笑容 偏偏这个时候 一段奇怪的回忆 袭击了八卫的大脑 那是一个看不清脸的女妖 对方说可以将她变成人类 但前提是 八卫要和那个人类女人在一起 与此同时 神社突然腐朽坍塌 奶奶生匆匆赶往八卫身边 却发现她被诅咒 侵袭了大半身体 八卫看见奶奶生的瞬间 竟然喊出了雪露的名字 奶奶生意识到 八卫应该是想起了 被预影封印的记忆 面对奶奶生递上来的丹药 八卫竟然直接推开 看着她不断吐血 奶奶生心中慌乱 好在这个时候 玉影出现了 玉影暂时将八卫封印在镜子里面 并且通过神力修复了神社 时隔二十年 玉影再次回归自己的神社 但瑞西却十分不爽 毕竟她承认的主人 只有奶奶生一个 奶奶生问玉影 八卫现在的情况是怎么回事 玉影摇头 她冻结了八卫的心脏 但是这样持续不了多久 那些斑痕是将死的诅咒 就连玉影都难以破除 八卫所剩的时间只有七天了 五百年前 玉影发现八卫的时候 就察觉到她和剁神做了契约 八卫曾发誓 要和心爱的人类女子白头偕老 但是那个女人已经死了 所以八卫也活不下去了 八卫亲口说过 自己最爱的就是那个名为雪露的女子 甚至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只要能留在她身边 玉影决定将遗忘的能力交给八卫 随着时间的流逝 她会逐渐忘记一切 但当她想起来的时候 就是离死期不远的时候了 奈奈生当然不愿意 八卫就这么死掉 她拜托玉影 让八卫再次忘记那段记忆 玉影告诉奈奈生 八卫担心她看尽自己的样子会痛苦 但奈奈生其实更难受 先不说有个白月光挡在前头 八卫一直以来都嘴硬 不愿意承认喜欢她 奈奈生虽然也没什么安全感 但是她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 玉影却告诉奈奈生 八卫确实喜欢她 因为只有喜欢上人类 陈锋的记忆才会彻底恢复 奈奈生顿时气不成声 瑞西虽然嘴上讨厌八卫 但还是拜托玉影帮帮她 不能就让这狐狸这么死了 玉影当然也想过很多办法 但是只能做到这里了 奈奈生看着掉下来的簪子 突然想起还有过去这个说法 于是奈奈生决定找到瑞西 通过香炉返回过去的时间 阻止八卫和剁神签下契约 玉影摇头 擅自更改时间是不成立的 就连神迷也不能轻易踏足这个领域 如果八卫没有签订契约 那她就不会再来到这间神社了 也就是说奈奈生可能不会再与八卫相遇 想起过去那段回忆 奈奈生还是不愿意看见八卫死去 没想到门外的瑞西听见 却悄悄带走了香炉 因为她觉得如果八卫消失了的话 她也不会再遇到奈奈生 只能永远地待在水库下面发呆 但如果奈奈生真的想去 瑞西不会阻止她 奈奈生当然也意识到这一点 她并不是想改变过去 而是想找到那个签订契约的舵神 将破除诅咒的方法拿回来 于是在瑞西的帮助下 奈奈生前往了五百年前 当时两军交战 恶罗王抢了其中一方首领的位置 八卫也在其中 两人可是大恶人 八卫拿回自己的羽衣 表示要出去两三天 而另一边 信誓旦旦要帮忙的奈奈生 却被一群人当作妖怪捆了起来 他们认为 奈奈生是八卫的小弟 一段时间有神明告诉他们 名为八卫的妖怪 要袭击这个村子 奈奈生这才知道 八卫竟然被神明盯上了 这个时候大门被推开 奈奈生发现出现在门口的少女 就是雪露 她曾经在八卫的过去 看见过那个她深爱的少女 但是眼前这个雪露 似乎非常憎恶妖怪 得知奈奈生不是妖怪后 立刻让几人放了她 其中有一个叫祝六的男子 果断上前帮忙 奈奈生看到昔日的雪露 心中有些复杂 但是她也意识到 雪露是个勇敢正义的女子 也难怪八卫会这么喜欢她 人美心上的女生 谁不喜欢呢 雪露看着奈奈生 诡异的生出了怜惜感 主动带着奈奈生 去了家中疗伤 另一边 八卫榴莲花丛片叶不沾身 下意识想到的 竟然是有过一面之缘的奈奈生 这个时候战神破门而入 说是要清理妖怪 她甚至从大国主那里 借来了天雨雨盏 八卫猝不及防 被砍成了重伤 一旁的狐狸女妖 撒下迷雾 帮助八卫逃走了 她知道八卫 根本不会对任何人动心 战神却没放在心上 因为她已经对人间 下达追杀令 八卫带着重伤 肯定会被人类折磨至死 而此时 八卫确实被人类围住了 奈奈生被雪露照顾得很好 她觉得雪露好温柔 是个值得爱的女生 这个时候有小孩子 过来递消息 说是他们发现了狐妖的踪迹 对方受了伤 已经逃往了河边 奈奈生想起瑞西说的 雪露和八卫初见是在河边 雪露救下了重伤的八卫 奈奈生想让雪露前往河边救人 但是雪露却说 自己最憎恨妖怪 巴不得他们全都去死 奈奈生懵了 那究竟是谁救了八卫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大 奈奈生一咬牙追了出去 抱歉的小孩 总觉得奈奈生 长得和雪露有些相似 他赶紧跟了上去 八卫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本打算用叶子伪装成小孩的样子 没想到奈奈生一眼就认出了他 而就是那双眼睛 让八卫一见钟情了 没想到 你还是个纯情狐狸 奈奈生带着小八卫向雪露求助 谎称这是自己认识的孩子 雪露本就对奈奈生心软 于是叫来了医生帮忙 奈奈生却躲在一旁 不愿意插入八卫和雪露的过去 但是他还是担心八卫的伤势 便趁着深夜悄悄照顾 殊不知这一切已经被八卫看在了眼里 雪露家中有个女子收养了妖怪 这个传闻在村子里传开 面对找上门来的村中男人们 雪露嗤之以鼻 认为是这些人没有抓住妖怪 才让那孩子受伤 并表示要是真的妖怪 他第一个对妖怪动手 雪露的养父作为村里的大慈善家 收养雪露 眼看他亭亭余利 能嫁个富贵人家了 要是这个时候传出妖怪的传闻 对谁都不好 八卫的伤始终无法愈合 奈奈生担心篡改过去 始终不敢靠近八卫 连拿出逃单给八卫治疗 都是拜托雪露和打更的男孩 并且对外称八卫叫鸡太郎 没想到雪露却告诉奈奈生 他要去城中心三四天 说是提亲那边的人 想看看雪露的长相 奈奈生一愣 雪露要结婚了吗 雪露微笑地告诉奈奈生 他的村子被妖怪毁掉了 不知名的妖怪杀死了他的父母兄弟 但是在看见奈奈生的时候 雪露却觉得他好亲切 就好像自己的家人一样 对于雪露来说 出嫁是一件好事 这样他就能拥有 自己血脉相连的家人了 另一边八卫醒来 小男孩立刻拿来他爱吃的饰饼 八卫问 送饰饼来的人去哪了 小男孩想起奈奈奈生 拜托他保密身份的事情 于是谎称救下八卫的 是宅子里的大小姐雪露 奈奈生每晚都会趁着八卫睡着照顾他 其实八卫一直在装睡 他很好奇 救自己的人究竟是什么长相 但雪露已经启程去相亲了 临走前他希望奈奈生能留下来 八卫本打算在身体恢复后把人抢走 但是他很在意 为什么对方每次都要等他睡着才来 于是八卫说自己没睡着 奈奈生就不肯再出现了 他还挺喜欢对方手扶过的温度 而奈奈生因为长时间停留在过去 身体情况愈发糟糕 他还记得自己要找破除诅咒的方法 也不打算妨碍雪露和八卫的进展 于是奈奈生决定在雪露回来之前离开 他告别了一直陪着自己的风态 殊不知八卫得知雪露要去相亲 他要嫁给大户人家 八卫酸恶巴基 与其把人交给别人 还不如自己夺走呢 于是八卫在伤势恢复后决定去找人 正好看见奈奈生背着包裹离开 他一路跟在奈奈生身后 眼看着要下手的时候 奈奈生却因为身体不适倒下了 一旁的毒蛇要袭击奈奈生 八卫下意识地将毒蛇驱逐离开 意识到自己的反常 八卫逃走了 而奈奈生并没有发现这件事 他召唤符咒找到了附近的剁神 河边上一个河童嗷嗷大哭 说是自己腰疼的不行 奈奈生立刻追了上去 差点把自己淹死 河童把奈奈生救上了岸 说自己不是剁神 听奈奈生说 有把妖怪变成人类的契约 河童说自己才没有那样的本事 就连神明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不过河童确实知道有这么个人 如果奈奈生愿意用讨单搅换 他可以帮奈奈生叫来那个剁神 愿遇上的黑魔大人 据说对方是从正统神明堕落 实力堪比出云神社的大锅主 奈奈生的身体已经开始超负荷了 河童收下了陶丹 把他召唤了黑魔 片刻后带着污秽气息的剁神出现了 但奈奈生的知觉快消失了 他打算拼命问出破除诅咒的方法 但是他已经无法发出任何声音 御神将奈奈生从过去拽了回来 其差一步 奈奈生此刻也承受了极大的负担 他挣扎着想回去继续问情况 御影去安慰他 不要急于一时 所有人都在担心八卫 但正是因为如此 奈奈生才更需要保护好自己 御影告诉奈奈生 他的妖怪朋友们都来了 小黄女和龙王一家都在 就连鞍马都送来了药物 龙王还对八卫的镜子豪 欠我的眼睛的债还没还呢 看着众人都在 奈奈生决定好好休息 再战五百年前 另一边 五百年前的八卫还在思考 自己为何郁郁不振 他找到俄罗王 决定继续发泄情绪 俄罗王说 旁边的毛球告诉他 八卫陷入胆相思了 那八卫当然不可能承认 于是俄罗王表示 他抓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人 雪露 奈奈生踏上第二次旅程 还没找到冤狱山 却先遇见了雪露 雪露说奈奈生消失那天 西太郎也跟着不见了 奈奈生疑惑 那八卫和雪露的缘分结下了吗 雪露告诉奈奈生 自己暴揍了耍流氓的富商 但是却被另一户人家选中了 这次来城里是为了置班嫁妆 同行的还有风太和祝六 奈奈生打算跟着他们回去 正好拜托之前遇到的河童 把他再叫一次黑魔 风太则告诉奈奈生 雪露要嫁给大明家了 他一直期待能够有自己的家人 风太也想守护雪露小姐的幸福 奈奈生也希望雪露未来能幸福 不过河童却消失了 奈奈生意识到 黑魔走到哪儿毁到哪儿 幸亏那边是无人森林 他决定自己去冤狱山 晚上 奈奈生在雪露家休息的时候 一只妖怪闯了进来 自称是帮恶罗王大人抓雪露 他却将奈奈生认成了雪露 雪露直接拔刀 砍了妖怪的脑袋 但是婚事已经不能推迟了 养父不顾雪露死活 一定要让雪露准时出嫁 奈奈生担心雪露的安全 他明明那么期待出嫁 于是奈奈生决定代替雪露当幼儿 让雪露悄悄离开 前往夫家 雪露不愿让奈奈生以身试险 但养父却同意了 当然 奈奈生也不是白当幼儿 他让雪露养父派人跟着符咒 寻找冤玉山 这样一来 雪露和八卫都能获救 只是奈奈生要直灭恶罗王的威胁 另一边 八卫和恶罗王谋话去 嘎龙王眼珠子 说好两人一人一个 矛团妖怪看在眼里十分羡慕 这个时候 另一个妖怪走进来 表示自己一定会为恶罗王带回雪露 只是对方誓死是活 就不敢保证了 恶罗王反正也只想看雪露的脸 八卫嘴上不说 心里却非常烦躁 而与此同时 雪露还是不想让奈奈生冒险 但是奈奈生心意已决 而且这被打扮过后 众人才惊讶地发现 奈奈生和雪露长得真的非常相似 疯他都怀疑 奈奈生是不是雪露的亲人了 奈奈生见雪露还不同意 便和他约定好 自己一定不会死 雪露说 奈奈生和自己一点都不像 奈奈生的眼睛比他要好看 那是一双充满希望和温暖的眼睛 于是按照计划 雪露悄悄出发 奈奈生则大张旗鼓地作为诱饵出驾 看着八位给自己的发簪 奈奈生鼓起勇气 决定继续前行 而此时的妖怪八位焦躁不安 与其让别人夺走奈奈生 还不如他先动手 果然这个时候 恶罗王派出的妖怪来了 对方将奈奈生用藤曼捆了起来 其他的侍卫都被毒晕了 祝露在奈奈生的提醒下 捂住口鼻逃到了森林里 奈奈生拼命挣扎 躲开了藤曼逃走 但是这个妖怪却用粘了毒的树枝 划伤了奈奈生的腿 奈奈生想起 总会在危险时刻救自己的八位 眼看妖怪就要杀死奈奈生 八位突然出现 一刀杀了这个妖怪 八位扛起奈奈生准备离开 奈奈生也知道 眼前这个八位是500年前的八位 可是他情不自禁地 依赖这样熟悉的气息 八位这臭流氓 坏蛋了老婆 还妄图小黑乌普列 奈奈生虽然眷恋熟悉的温度 但是当他听着八位 奈奈生立刻就冷静了下来 他不是雪露 眼下的情况真的十分难看 这样奈奈生觉得 自己像是插足的人 殊不知从一开始 八位喜欢上的就不是雪露 而是他 所谓当局者谜 旁观者清 八位见奈奈生落泪 顿时心疼松手了 两人抱着睡了一晚上 第二天一早 八位不由分说地 搅啃奈奈生的嘴巴 这要是真清上去了 八位直接变成500年前的神识 奈奈生还以为 原本会出现在这里的人 是雪露 自己代替雪露出嫁 才会遇上八位 他误以为自己破坏了 两人的缘分 八位却决定带走奈奈生 奈奈生却想着 回到500年后的世界 救下八位 八位说 自己把奈奈生当作玩具 奈奈生气得吼了他一声 并说最讨厌 八位说这种话了 八位当场破坊 但是面对奈奈生 又下不了手 气鼓鼓地蹲在外面 试图等奈奈生后悔 没想到屋子的主人 山贼回来了 这群家伙一看见 受伤的奈奈生 就妄图对他下手 八位哪还坐得住啊 赶紧进屋救老婆 看他就要痛下杀手 奈奈生一把抱住了八位 他知道八位 不是滥杀无辜的妖怪 不然早在村子里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杀死 追杀自己的人 当奈奈生说 他不讨厌八位的时候 八位因为喜悦 连刀都拿不住了 八位向奈奈生 挡成了雪露 见他不高兴 还是要回去 于是气鼓鼓地问他 这个樱花簪子 谁送的 奈奈生慌忙地说 那是他自己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那是八位送给他的东西 见他不开心 八位还扛着奈奈生 去看了樱花 而在奈奈生赏花的时候 八位的眼中却只有他 见他跌倒 也立刻上去扶住 并表示 要为他在这里建一座宫殿 奈奈生拜托八位 送自己回去 八位懊恼地推倒奈奈奈生 张嘴就是一句 成为我的人吧 转念一想 这话说得太霸道了 于是八位改口 问奈奈生还记不记得 那个下雨天的时候 那是他第一次和他相遇 当时他就忍不住 再以奈奈生了 之后在河边 又被奈奈生救下 他意识到 这就是爱意 并且他也知道 奈奈生每晚都在照顾自己 这个时候 奈奈生终于意识到 八位所喜欢的雪鹿 一直都是自己 他甚至从来没有 和真雪鹿见过面 姐姐 你清醒一点 真雪鹿可讨厌妖怪了 他们俩真见面了 说不定还得打起来 奈奈生告诉八位 他早就喜欢他了 只是并不是现在 他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 但是奈奈生承诺 将来一定会嫁给八位 话音刚落 奈奈生就因为时间回溯倒下了 他拜托八位送自己回去 并且让八位将自己放到 大明府附近 拜托八位在被发现之前先离开 八位讨要了奈奈生的 樱花簪子和誓言 并表示 等到时机到来 他会来娶她 然而 就在八位离开没多久 奈奈生也回到了500年后 玉影告诉奈奈生 没关系 他已经走上了正确的路线了 第三次穿越时空 奈奈生前往了苑玉山 并且见到了岛地的黑魔 黑魔早就知道奈奈生会来见他 黑魔说 八位没有和雪露白头偕老 因为雪露已经死了 黑魔将过去发生的事情 回放给了奈奈生 雪露发现八位喜欢和自己长的一样的奈奈生 为了保住他和大明的孩子 利用八位 要来了龙王的眼睛 之后八位找到黑魔 与其签订契约 将来要和心爱的女人白头偕老 为此他愿意放弃自己妖怪的身体 黑魔同意了 前提是 他真的能和那个女人白头偕老 如果没有保护好那个女人 八位就会被诅咒吞噬 而签订契约 需要拿出八位最重要的东西 八位便拿出了奈奈生留给他的簪子 说自己愿意等到爱人选择他的那天 奈奈生知道如何破解诅咒了 他回头 却发现黑魔把簪子给吞了 黑魔告诉奈奈生 这个簪子已经是这个时代的东西了 如果奈奈生拿走了簪子 八位将不复存在 他必须要回到奈奈生那个时代找回簪子 黑魔还特意提醒了奈奈生 要记得他沉睡的地方 黑魔和八位签订了一样的契约 因为八位没能按照约定保护好雪露 他没有变成人类 黑魔也会遭到契约的反噬 黑魔活得太孤独了 他想要和人有联系 而另一边 毛球寄生在柱六身上 化身为夜鸟 黑魔将奈奈生送回了未来 而在时空的乱流中 奈奈生却见到了20年前的玉颖 玉颖得知奈奈生来自未来 并且有能够拯救八位的办法 于是一场酝酿了20年的拯救计划开始了 奈奈生成功返回自己的时代 拽着瑞西直奔黑魔沉睡的山林找簪子去了 玉颖则开始唤醒八位 八位不想让奈奈生和自己一样经历死别 玉颖问八位 还记不记得雪露和大明生下的那个孩子 八位本以为那孩子已经死了 玉颖却告诉他 那孩子代代相传 生下的都是女儿 直到这一代 奈奈生出生 也难怪雪露觉得奈奈生亲切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 所以之前龙王的眼睛会在奈奈生身体里发现 此时奈奈生也找到了簪子 他直接冲进镜子里抱住八位 果然在碰到樱花簪子的时候 八位身上的诅咒彻底被解除了 他也意识到当初约定要嫁给他的人 就是从未来到过去的奈奈生 从回忆中解脱的八位欲发依赖奈奈生 玉颖也回到神社了 这天大国主突然造访神社 说是昔日好友黑魔曾经拜托过他 帮忙将八位转化成人类 八位和奈奈生一听十分高兴 但玉颖却觉得这不OK 八位真的能够作为人类好好生活下去吗 而且奈奈生也还没有做好准备才对 因为八位要是变成人类了 奈奈生也将辞去人神的身份 玉颖为两人争取了一年的缓冲期 时间过得飞快 再过一天 八位就要变成人类了 到时候奈奈生就会和八位一起离开神社 瑞七则留在神社帮助玉颖 小红也打算回到老家的山里面 三人即将分道扬镳 于是他们决定不醉不归 虎侄和鬼妾知道奈奈生的朋友看不见他们 一想到奈奈生明天会变成普通人 两位小侍侍一时眼泪汪汪 表示以后一定会好好守护奈奈生 请他一定不要忘记他们 奈奈生当然舍不得两位帮助过自己的好友 回到神社 他听见瑞西酒后吐真言 让八位好好陪着奈奈生度过幸福的人生 在神社的最后一个夜晚 奈奈生也和帮助了自己的预影道别 在奈奈生看来 他们都是自己的家人 第二天 奈奈生一行人成功毕业 瑞西开了通道 接走了奈奈生和八位 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来到妖怪的世界 草皇女带着妖怪 帮奈奈生换上了新婚的礼服 他们决定在这最后一天完成婚礼 八位开心的抱着自己的老婆 五百年了 你知道他这五百年是怎么过的吗 终于抱得美人贵的八位 非常开心 两人踏上了好友的祝福之路 可是这样的日子即将结束 奈奈生很希望时间能够停留在这一刻 这样他就能只拥有这一份幸福 八位抱住奈奈生 答应他将来会过得更好 因为有他在 俩人见到大国主变成了人类 几年后八位和奈奈生带着孩子 前往御野神社报喜 谢谢你 狗粮都快给我吃撑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爆肝对三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